我是妈妈呀 我叫王霞 我真的是你妈妈 她是你爸爸 你骗人 我没有妈妈 我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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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你看 好 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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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乔乔 她是乔乔 我是思雨 乔乔 我是妈妈呀 我叫王霞 我真的是你妈妈 她是你爸爸 你骗人 我没有妈妈 乔乔 我真的是你妈妈 我真的是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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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饭子 你弟兄姐 他最爱有看 军逸 不行明天我们就去找卓irl已经emos了吗 明天是我们的吗 kommen 行啊 不等了 先跟他去 刘总 我们心里不服 看看我们市场部的拼死拼活 那得跟狗似的 也赶不上人家老职工正在赌 就是 我们市场部顶半个公司 他们生产搞得再好 没有我们他们能卖出去吗 您看看现在 人家老曹他们都开上帕萨特了 我们还开着老普桑 大家伙呀 一届可大了 咱们的提成不是挺高的吗 那件提成算什么呀 人家那可都是原始股 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比呀 就是 太不公平了 公司应该考虑一下 给我们一些补偿 可我们找谁说去呀 没人说是吧 没人说 找外人说去 外人 对呀 谁说家丑不可以外洋啊 再说你们年轻人 不是都会上网吗 上网 刘哥 你 你 你们先忙去 对对对 刘哥 你说这 多长时间没见了 我 汪霞 是不是汪霞 可不是吗 你看 你看我那眼神 没认出来 不是 我看你这打扮 你 你 你就是发财了 发什么发呀 这赚点小钱几个月而已 才几呀 多少 几个月 你看你 这有什么呀 这多了少了不都纸上印的吗 钱这东西啊 也就那么回事 也就我们家大盛爱这档 我还真无所谓 几个月 还无所谓 刘哥 我问你一下啊 那老乔在吗 老乔啊 老乔啊 老乔没在 刚才我看他开车出去了 不再也好 不再也好 这样吧 刘哥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说明天中午的时候 我在海添酒楼请他吃饭 有事要跟他说 请他吃饭啊 行 没问题 刘哥 你千万记得跟他说吧 不见不散啊 好好 不见不散 麻烦你了 那我先走了啊 没事没事 拜拜 拜拜 这钱得死的 几个亿还小钱 明币吧 爸爸 爸爸 我和乔姐姐姐今天 差点被人犯子拐走 人犯子 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说 他们是乔姐姐姐的 爸爸和妈妈 把乔姐姐姐吓坏了 那个阿姨说他叫汪霞 叔叔的名字不知道 阿姨回来了 快吃饭吧 你阿姨问你话呢 你没听见吗 对不起 我不饿 谢谢阿姨 我问你这一天你都去哪儿了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约好了十一点到公司 人影都没有 打你电话不接 你什么意思 我忘了 对不起 你忘了 你玩游戏怎么不忘了呢 你是不是有点玩物丧志了 整天沉浸在那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里 做个男人你一定要言出必行 昏昏噩噩的 那不是像废物一样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 阿姨赶紧来来做下吃饭来 我饿了吧快快快过来 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我怎么就一身坏毛病了 你不负责任 不思上进 那不是一身坏毛病吗 你从明天开始你哪儿都不要去了你 你好好在家看个书吧 好好准备准备 游戏也别玩了 明天我和秦木哥妈妈约好了 我要去看他和小谷爸爸 行吧去那儿行啊 可以 去了之后帮我问他们好 对了 再过两天就二十号了 是不是要开学了 开学就好好的收收心吧 都在家看看书 别老玩游戏了 你不吃饭啊 你不吃饭啊 去吃饭吧 乔乔 乔乔 阿姨呢 阿姨家里有事回家了 乔乔 乔 你看今天的餐是我做的 是吗 是你做的 乔乔 乔 爸爸真不想到啊 你能做的肉好吃的 还有汤呢 行啊 乔乔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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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来 爸爸来 汤了 汤了 来 凑下 快坐 快来 乔乔 长本事了 快尝尝 好 爸爸尝尝 不错 试试这个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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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 你怎么不先吃啊 我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爸爸工作忙 有时候回来晚 一会儿就先吃 不嘛 我就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乔乔长大了 懂事了 直到心疼爸爸了 是吧 对了 爸爸 今天有两个人 说他们是我爸爸妈妈 我觉得他们是人贩子 想骗我 他们找过你了 你认识他们 这羊排都炖上了 太香了 阿日啊 从小就喜欢吃羊肉 老罗啊成天念叨 说他还在北京 吃不着这么好吃的羊肉 你看我姐夫对他多好呀 萨娜 最近公司怎么样啊 中天啊还是那么霸气啊 何止霸气啊 是太霸气了 就跟他名字一样 如日中天 这么严重啊 不过啊人啊往往容易 在这个自以为是成功的时候 就膨胀 你啊没事啊多提醒他点 我现在说话人家也未必听 怎么 现在连你的话都听不进去吧 我跟你说啊 他想投资其他的领域 可是我认为 咱们这老本行都风雨飘摇呢 你说万一弄个鸡飞蛋打怎么办 看来你忧虑很多呀 你有什么想法 《三国演义》里不说吗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走一步算一步了 都想到这一步了 不过啊 我考虑事情啊 还是要甚至 毕竟都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知道 对了 牧人最近怎么样啊 他那真的是特别艰苦 虽然很艰苦 但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毛库阿沙漠那边 已经有一片绿色了 可就是缺钱哪 牧人把他以前的那些股票 全部折线都砸进去了 可还是不够花 现在是中天跟江老师 做了一个基金 现在都是靠那个基金在维持 中天还给他设了基金啊 中天出大头 江老师出小头 不过这事中天没让说 牧人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中天啊 做得有情有义 牧人也真是不容易 这治理沙漠的确烧钱 不过政府每年 要给他们补贴一些的 看来是不够啊 这样吧 我来想想办法 那太好了 姐 你不知道 牧人他们 真的太需要帮忙了 以前呢 来好多志愿者 说实话 那中天还给补贴呢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这志愿者过来 不但不要钱 还自带干粮 还给牧人他们 提供好多那种生活用品 像什么牛羊肉啊 水果啊 蔬菜什么的 牧人他们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也听说了 确实挺感动的 看来现在人们 对环保意识 越来越强了 这都几点了 阿日怎么还不来啊 估计堵车呢 你说阿日这孩子 从小也挺可怜的 那么小就送到北京去了 跟中天离那么老远 这感情啊 也越来越疏远了 你的女儿 对啊 你可以问王翔 友善 你听我说 你少友善友善的 你不别扭我还别扭 你们来就是想要孩子吧 想要孩子 你们就说要孩子 能不能别 编那么恶心的话来糊弄我 说起来是有点恶心 说实话老乔我对不住你 当初我就是想玩一玩 给王霞下了药 谁知道就一次 就一次他就有了 孙大胜 你现在还说这种话 你恶心不恶心 恶心啊我说了 说起来是有点恶心 可这是事实 住嘴 你们俩还有没有点廉恥心 你们干的那些脏事 我不想知道 你不怕脏了嘴 我还嫌脏了我耳朵呢 你们现在难道女昌的 跟我也没关系 我懒得搭理你们 但是 别拿乔乔说事 这种东西 说乔乔是她的女儿 我就当她是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你呢 你毕竟是孩子的亲妈 你自己不自重就算了 还在那儿作诫自己的女儿吗 可 可这是真的 对 老乔 这是真的 孩子是我的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所以我一定要要回来 至于我 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等你骂够了咱们再聊 我跟你们就说不着 骂你都先脏了我的嘴 要不然你开个价 多少钱我都给 我来不见了 所以我来不见了 我来不见了 我来不见了